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灭尽五蕴 法空渡僧》 第1249集 我是为之 经文 若我灭渡后 能说此经者 我浅化势众 比丘比丘尼 及亲近似女 供养于法师 引导诸众生 即知令听法 今天的文最重要就是灭渡 这个我是佛陀 佛陀灭渡后 能够说这部经的人 我浅化势众 出家在家恶众 供养于法师 引导诸众生 即知令听法 后面这个文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今天最重要要理解 灭渡这两个字 还有华和经 这个说法传法的重要 我们来看 上人的手杂 灭是灭见诗祸 沉沙无名三种 渡是明了 分段便亦两种生死 灭尽一切之运 坐渡僧法空坐 那上人这段手杂 很明显在解释 什么叫灭跟渡 那最后加了两句 这两句也蛮重要 灭尽一切之运 运就五运 射受想行事 五运 坐渡僧 法空坐 渡僧就渡众僧 法空坐 就是三鬼红经里面的法空坐 那我们用 这个待会用一个表 来看就更容易 先看一下今日文法心得 华华经的智慧 华海里 能够任由我们四方八达方向自在 所以华华经 让我们可以悠游在智慧法海里面 这个要去体会这一点 待会来看上来开始 我们更要提高警觉 要空掉一切 但不要忘记的因缘果报 因为如果你空掉一切 就会偏空薄无因果 这个要记得有因缘果报 就才会不会说 记得空还会有有 就会有真空妙有 这样把它重合起来用 就走中道 中观跟中道 我们要利用时间来成就一切 要好好用心 上人常常讲这句 上人这个在时间管理 时间空间的人之间 他说时间可以成就一切 他常常讲 所以要好好用心 所以你要说法传法 行菩萨道都要善用时间 好好用心 佛陀一代识教 一大师姻缘 不都是要来牵引我们 走入菩萨道中 所以整个华华经 是教菩萨法 佛所互念 一大师姻缘出现一次 就在讲这个 所以你看这前几点 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华华经的重要 他的殊胜 他的重要 怎么说法传法 所以我的心得你看前面 这是上人开示的 都是在这里 那再来当然就是灭度 灭度刚刚手札有讲 所以要理解佛陀灭度之后 什么叫灭度 那法要怎么传 这是今天要学习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灭度 灭度刚刚手札有 我把手札做成上面那个表 灭跟度 灭再讲一遍 灭就是灭 见诗祸 成沙无名三种 其实就是见诗祸 成沙祸无名祸三种祸 那这个 本来见祸诗祸是分开的 那天台中把它合在一起讲 也可以就凑在一起 因为你看下面 见祸诗祸是什么 私祸我先讲 私祸大家比较熟 贪嗔之慢疑就是私祸 贪嗔之慢疑刚好五点 叫五顿死 这对五蕴五欲的贪爱 所以上人有没有 他后面加两句 灭尽一切之运 就五蕴就代表一切之运 这样色受想行事 那他展开 当然就很多了 那五蕴五欲 这些 财色名十岁等等这些 色身相位处 这些各种的贪爱 那这个是私祸 就五顿死 贪嗔之慢疑 记得私祸是贪嗔之慢疑 那见祸 见祸就是什么 五历史 身见 边见 邪见 见起见 借近起见 都有个见 就你的见地有问题 你的知见 你的见地是错误的 不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 你的思想之见 是错误的 那当然会带来烦恼 那你刚刚有那些贪爱 无顿死 有那些贪爱 一样也会带来烦恼 所以这个私祸跟见祸 就合称为烦恼 脏 有时候我们说 我常常讲 有时候有些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这些烦恼等等 这些 那烦恼有时候 你看像祸 见祸 沉沙祸 见尸祸 沉沙祸 无名祸 那烦恼是什么 烦恼是脏 因为我们知道有烦恼障 业障 果报障 这三种障 那所以烦恼障 就是见尸烦恼 见尸带来的烦恼 你的见祸 施祸 你的武顿使 武力使也好 这些对武运的贪爱 对人生 这个真理跟知见的 见地的错误 都会带来很多困扰 带来很多烦恼 就是烦恼障 就这样 那上人加的这两句 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你灭掉灭度了 灭度就是已经 上人说到了 要成佛之最高境界了 对不对 你佛陀这些都灭尽了 当然没有 已经都没有 见祸施祸 也没有成杀祸 也没有无名祸 所以都灭尽一切之祸 那就也度了 出了分段生死 便宜生死 上人说分段生死是生理的 便宜生死是心理的 因为没有空间 我就没有在写了 分段生死 就活到几岁 这样有一段一段 生理上 身体上会有分段生死 那心理上会有便宜生死 这样 心理上 心念上这样 那这个坐渡身 法空座 断去应该断在这里 就是可以坐在什么 坐在法空座上 这个法空座是用来渡身的 渡众身 这个诸法空为座 这个座上面 你要能够说法 你看大慈悲为是 柔和人路易 昨天 这几天一直讲 昨天讲柔和人路易 今天就讲诸法空为座 一到灭渡 当然就到诸法空为座了 所以你可以 稳坐在这个 诸法空为座上 而且度众身 说法无碍 这样 好 那这个灭渡 其实上人讲了很多次灭渡 五遇你也讲了很多 那灭渡也讲了很多次 那这个是一百一千零七十一集 在化成玉品的地方 上人说 那里有一句啊 没有二圣而得灭渡 唯一佛圣得灭渡 有没有看到有这一句 当时化成玉品的经文 有唯一佛圣得灭渡 所以上人那时候就讲了 你看灭渡有没有 一样啊 就是灭渡 就是 就是禁分段变异两种生死 应该从下面上去 先灭渡烦恼见尸祸 因为见尸祸都带来烦恼 刚才讲过了 合称烦恼杖 那渡渡无名 尽不老心 就是说 你见祸尸祸都把它 这个 灭了 那再成沙祸啊 先灭见尸祸 再灭成沙祸 再灭无名祸 这样就不会来扰乱你 所以你看 我那时候用图有没有 就是用这些 刮风啊 乌云啊 等等 那待会上人今天用沙尘暴 那一直 你先灭掉这些见尸祸 成沙祸 无名祸 再来度 分段生死 度变异生死 这样 就到灭度 这样 就是成佛的这边 你要成佛之前 你当然就到灭 灭度啦 你才能成佛 那这个 你的心呢 晋即清晨 而且那时候有讲 师界定守治 还有这个保有你的触发心 你的这个 本觉 死觉跟本觉会合了 等等 解脱了 就这样 上次用这个图 那今天我用这个表 这你可以对照看一下 你可以去复习 上人之前的开示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 华华经的智慧 伐海里 能够任我们 任由我们四方八达 这个方向自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 佛的法门来 能够进入这个佛的法海 才有办法 真正将这个法 吸入心中 用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这个法 能够这样用 自由自在啊 应用 就没有限量 他绝对没有说 你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因为他是无量的 是 无限的 骗虚空无碍的 当然这要看 每个人根基不同啊 你能够吸收多少量 却有多少量 这样 所以才能够 悠游 伐海中 这样 那我们要进人 人群去度众生啊 我们称为 上人说 我们要如何进入 人的伐海 的方法 那就是什么 这三鬼法则里都有 大慈悲为事 你看多大 大到虚空无碍啊 再来 昨人 柔和冷露一啊 再来出法空为作 这样都是 骗虚空无碍的 那这就是 三法的规则 路如来四 坐如来一 坐如来作 那坐如来作 上人又 因为今天重点 是放在坐如来作嘛 因为昨天讲 柔和冷露一 讲了很多次了 那今天讲 好你坐如来作 要空掉一切 可是不可以 这个 因为空掉一切 好 刚才讲灭度 空掉一切的 有办法让我们 民心见性啊 否则就没办法 为什么没办法呢 你 因为一般人 凡夫就是什么 外界烦恼很多 被这烦恼拘束了 那就 那为什么被拘束 因为你有见货失货 见货就是 你有这些 生贱边贱协贱 借贱取贱 贱取贱 借贱取贱 这五种 这些 这各种 不对的 不好的 这个 见贴 失货 贪车 失败 等等啊 那上面把贱 讲得很简单 就是执着在我贱 刚才不讲吗 这个 生贱 边贱 协贱 贱取贱 这些都是 很多都是我贱 包括 借进取贱 这些是执着 执着在自己 自己的贱 以为自己想的才是对 像这样讲就是 这个贱货的最根本 简单讲就这样 如果你要详细讲 就刚才那五个贱 这样 那所以 很多人 他这个 这个 有很多尝试 很多知识 可他 他虽然 这个 有很多的这种 见地 可是 你要 要有这些 就是不好的贱 都要把他 去除 才能够 避开 离开这个烦恼 这样 所以 要把握当下 脚踏实地 我把这画起来 就是说 要破 因为我们 要去除这些 贱货跟失货 比如说 贪吃吃卖 那我们要怎么样 你就要扫欲 知足 不贪 是不是这样 你要能够 开放 不执着 上人这里 教我们一招 就是你要 保握当下 脚踏实地 你这个 不要说想很多 想很多 不一定应用得到 你 保握当下 活在当下 一步一脚印 脚踏实地的做 这反而就 不会 有太多的 这个见惑 这一招 蛮重要的 所以我把它画起来 就是这样 上人就教我们 讲我们听得懂的道理 所以我们做得到的道理 所以就记起来 这样 活在当下 把握当下 脚踏实地 那贱师或 他说贱 你这个成贱很多 刚才是执着 执着自己的 这个 几贱 那是贱取贱 那成贱呢 就是有些偏贱 斜贱 这样 伸贱等等 那你 很多理想 思考很周全 可是有时候也是太空了 太过了 太过都是变偏贱呢 是不是这样 那所以 或是变邪贱呢 这样就不好了 那太偏空就会惹祸 那上人就举这个 沙尘祸 做历史 就是说 祸 没有听到 沙尘祸 上人这次用沙尘暴 做历史 因为这个 你干旱的沙漠 风一吹 哇 这个 红杯刷 就会一直 一直起来 这样 蹦蹦 因为 这个沙尘很多 笼罩整个天空 因为它是一个沙漠 不是一小片 是一大片 那这样 就跟我有时候 那个跟那个云雨一样 这样整片吹过来 沙尘暴 台湾比较少 偶尔才有小型的沙尘暴 那那个大陆型国家 可能比较多 那今天有举北京的例子 待会来看 你大地太干 缺乏雨水 风一吹 就吹起这些沙尘 沉沙 这个叫无密封 无密封吹起了 我们的沉沙祸 那上人有讲说 沉沙祸就如黑风 我们在那个 应该是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假使黑风吹起船坊 这个 你堕落到 这个 什么这个鬼国或哪里去 等等 飘多罗刹鬼国 你要念观世音菩萨 等等才能够平安 所以黑风就是什么 其实黑风 那以为有那种 一阵莫名的风吹过来 其实那就是什么 就是沉沙祸 随风飘荡 就会污染天空 那人心也是这样 你收到无密封吹起了沙 我们心地就是这样 沉沙祸会 起了无密 这样 所以无民 有时候会把这些无民 或者这些沉沙的祸 叫做黑风 那我们心中就要有法 有法水 才不会有这些黑风 那我们来看这个 上了今天取的例子 我上网去找了一下 上来开始是2016年 因为北京我也去过好几次 那北京有时候 这天空灰灰蒙蒙了 这个2012年是后来的 刚好是前几年发生的 现在是2023年 刚好是两年前 两年前 两年前 哇有十年最强的沙尘暴 你看那个法新社的图 你看这些都是 这个北京的地标 右上角那个好像是 是故宫的样子 好 那所以 都灰蒙蒙的 然后行人你看 哇都还要 带什么 蒙面啊 或带着沙巾出行 不带口罩还不够 这样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 沙尘暴 这样会影响 影响很多很大 所以这个 不管是沉沙或 现在再继续来讲 这个见尸或 那累生累世 我们很多的 不知道不明了 所以会造作啊 那佛陀就不能众生苦 所以他来人间 他希望什么 希望人能够了解 有人接受佛法 透过苦极灭道 透过十二因缘 才能够把烦恼去除 这样 如果你不了解苦极灭道 上人间苦极灭道 也讲得非常好 就帮我们再复习 那还有十二因缘法 这些 所以烦恼去除了 不要再造烦恼 才能够有清静性 走路人群 六度万行 来行菩萨道 这样 那佛陀出现一世 就是要建议我们 了解人生的苦 来自于挤 为什么 挤了很多这些 建货 失货 就这样 所以把这些都除掉了 才会什么 得到灭度 得到灭度 那一般人都有这么多的 建货失货 这么多建货失货 照做烦恼 那所以 要开始找方法 来灭尽这些烦恼 就要有什么 有伐水 伐水才能够洗涤心灵的购汇 那伐水怎么来 就要闻法 要闻思修 思考 了解这烦恼 怎么断 透过散法 透过 你看 像贪生自卖 你就透过 界定会 解脱 解脱之鉴 这些 各种法 来把它 断除 这样 赶快来修 闻思修 这样就可以 把这些烦恼除去 而且还要了解 人间的因缘果报 还要发大心 立大院路人群 这样就是行菩萨道了 因为你有这些以后 你身心就自在 知道苦 也了解因缘 也下定决心路人群 六度万行 求法 而且化度众生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样路人群 让更多人了解 这就是佛系 所以这一段 讲得非常好 这就是菩萨道 怎么用法 怎么走菩萨道 上来又不断 帮我们 在复习 在强调 那空 因为你刚才讲到 刚才讲了四地 是苦极灭道 四圣地 对不对 这边还有四二因缘 那接下来 他又继续讲 讲到菩萨 因为你从阿罕 道方等到菩萨 菩萨讲空 空 空掉一切 空掉一切 好像清楚了 瞬息多变化 一切都空 那什么叫谜呢 什么叫利 世间拥有的一切 到头来是一场空 如梦如幻 如电异如路 因错如是观 金刚经就这样讲 金刚经是这样讲 没错 可是上来就 画风一转 说 但是你一切空掉了 就大家有时候有什么 有些人就偏 偏于空 偏于空就是边界 因为我们不是有 那个 见私货 在见货里面不是有 生见 边界 邪见 偏空就是一种边界 它是一种见货 这样偏空 就 波为因果 这样 那就会到 边界或邪见去 这样 这是一种边界 有时候会形成一种邪见 这样的人生起心动力 那当然会再有烦恼 一定 因为你的货还在 你失货没有了 你有见货 虽然在空中 没有什么样的物质 但是还有什么 沉沙无名 这个烦恼还是有 你见货还没断 沉沙 沉沙货也还在 所以这些烦恼无名又来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 用那个沙尘暴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这样 你不把它除干净 那些 红焙刷 蹦蹦鹰 就是 这些沙尘 都还在 你的见货失货 也没有除干净 那当然会有沉沙祸 特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更会来找你 所以 我们要面对着天下众生 才需要 才需要在这个有 去了解一切 了解人间法 因为你空 你说空你懂了 可是你要入人群 入人群是有 一定是有了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佛陀为什么要讲有 有的波勒 有的智慧 因为空有 空的波勒 空的智慧 有的波勒 有的智慧 我们要用心去体会 进入了这种空慧 真正空跟慧一起用 我们更要提高警觉 要空掉一切 但不要忘记了 因缘果报馆 因为有因缘果报馆 有些这些因缘 是前世或很多节以前 留下来的等等 或是之前造的 但还都会有这些果报 别人会有 自己也会有 那你这辈子造的 也会有影响后面 等等 所以这个你都要理解 这样才会 这个法才会很圆浓 空有会合在一起的中观 也就是中道的教法 才会是圆浓的圆教 那最近都一直像大家这样说 好像有 好像有没有 对啊 人间有跟无 又一定要有什么 大慈悲啊 要有忍录一啊 大慈悲为事 都和忍录一都要有 但是一转 诸法空为座 那你通通都空掉了吗 这个 如果你通通都能够做到 刚刚讲的这个空 就才是真正的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啊 能够去付出 就是妙有 你又没有挂碍 就是真空 上来一世教我们说 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 你保持这样的心 才能够处在这个 真空妙有里面 所以我们要灭 灭见死祸 灭成杀祸 灭无名祸 这三种 三种祸都把它灭掉 就是我们应该的 要完全了解去除的 所以佛陀要灭度 灭度 佛陀入灭 灭度又叫入灭 入灭这样到 这是已经到了极高的 这个最后的境界了 这是灭度 佛陀在灭度之前 他很慎重其事 很重视啊 因为重视什么 重视这一部经就滑稽 一定要流传 所以他灭度之前 他的心还是牵挂了 未来这部经 可不可以在后世流传 因为这部经是救世良方 所以有时候我在学佛 我们学佛学佛 我就会觉得很奇妙 这个经你看2500多年了 这个从佛陀视线灭度以来 这经都还是流传下来 都是每一代很多高僧大德 很多有心人 一直把它流传 这样流传 而且还要正确的流传 这样这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才有法师品这样 佛陀要灭度 到了极高的最后 就是灭度 上人就直接讲的比较简单 就是灭度 涅槃 这个度就是什么 明了分段 变异两种生死 因为他手札不是讲的前面 刚才灭讲完 现在才讲度 度再强调一下 那这个分段生死 是生理的 变异生死是心理的 那佛陀他已经完全断了 见货 惩杀货 无名货都断了 佛陀都彻底 透彻明了 都一定了 分段生死 但是他还来人间 为什么他来人间 他道价慈航 因为来人间是四限 他是趁愿再来四限 那他来人间寿命一样 要跟人间的人一样 就是寿命 比如说八十岁 或多少岁 一样 他也会四限灭度 这样 那他这个灭度 其实并非灭度 我们到后面 这个如来受量品 就会再讲 讲他的真实的一面 这其实灭 而非灭 他是道价慈航 来做三界的导师 这样 不像我们凡夫 是由不得自己的 是业力牵引而来的 佛陀他是来度众生的 他是参缘而来的 所以在人间是有这样的分段生死 因为要四限 四限灭度 他虽然成佛了 还是有这一段因缘 四限灭度 那世间寿命总是有限的 但是一般的众生 他是什么 他是造业 分分秒秒不断造业 所以上人提醒我们说 一定要保卧时间 把这圆龙的教法赶紧吸收 不要漏掉 之前一直在说漏 有漏无漏 法不要漏掉 时间是无形无中 不要让它漏掉 我们要好好利用时间 来成就一切 好好用心 这一点我也把它拉到心得 所以我们要利用时间 来成就一切 要好好用心 我们来看一下 经文跟经文的解释 若说此经时 有人恶口骂 家刀藏瓦时 念佛固阴的 我千万意图 献尽兼顾身 与无量意解 为众生说法 这昨天的文 上人今天有补一段开示 我就把它摘录一下 上人说我千万意图 就是这个我 就是你们应该就要想到 有华尔静的地方 就有佛的前圣 我这个我当然是指佛陀 可是佛陀已经露灭了 那我在哪里 原来是有华尔静的地方 就有佛的前圣 所以意思说 华尔静就是佛的法身 因为持华尔静就持佛的法身 这讲过很多次 佛陀他一代识教 一大事因缘 我不都是要来牵引我们 走入菩萨道中 所以我们要 应该要体会佛陀 无处不在 这句我也把它拉在心得 这也很重要 虽然是复习昨天的 当然有时候在复习的时候 会把一些精华重点 再讲一遍 那有时候 也许前一天没讲清楚 或有讲 我们没注意到 再强调一遍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一句很重要的 因为真实法是无处不在的 真理是永远都在 只是我们要能够看得出来 体会得出来 而且你心中要有法 你心中有佛 看的人都是佛 心中有法才能说法 那到处都是法 这样 若我灭度后 能说 此经者 若佛灭度后 有能说 事经者 这样 这意思比较容易懂 灭度 言其大患永灭 又意为 入灭习 习 习是灭故 但云入灭 或云灭度 即灭障度苦 那这个灭除烦恼障 度生死苦 这样 灭障度苦 所以灭度 就是什么 你大患 你的这些 所有的烦恼障 有没有 见或失货 这些烦恼障 都灭了 然后也度生死苦了 都度了 那也要翻译成 入灭死 或简称入灭 这样 所以这都可以 那一般都叫灭度 就是灭障度苦 灭除烦恼障 那这个度生死苦 我浅化世众 比丘比丘尼 及亲近侍女 供养于法师 即前世众 恭敬供养于收法师 对于收法的 这个 师 法师当然要供养 很恭敬 那世众 有两种 或好几种的世众 之前也讲过 这些 发起重当机重 这个 影响重 结言重 这世众是一种 那一般的世众就是 这些 在家 出家二众 在家二众 这样 出家二众就比丘比丘尼 那在家二众就 亲近侍女 就优婆色 优婆尼 引导诸众生 集之另听法 幼隐化导 诸众生等 另及一处 听说妙法 随种种 应度众生 三鬼化导 所以引导诸众生 来听法 那听法 就在一处听法 听什么 听这个妙法 连化经 那听这个妙法 那随种种 应度的众生 不管你是 这个 解言重 各种重 这些世众等等 那 来画导 那如何画导 世人自舍 亲近月报 这个 敏众生故 生死奸子 那这些 佛陀所浅化的人 你看 因为在法会 有这个 刚刚有 比丘比丘尼 还有 亲近侍女 就优婆色 优婆仪 男众女众 这样 那 里面 不是有发起众吗 有这个 这个当机众 影响众 解言众 那这些里面 有一些 像有些 这个 发起众也好 这个 当机众 或影响众 都是一些大菩萨来着 所以我们来看上来的开示 这个佛所浅化 人者 佛所浅化人 有什么 这些人 是自舍 亲近月报 敏众生 故 生此间 就是说 他们 其实有些大菩萨来着 他们都是 已经 成佛了 或大菩萨 他们其实可以不用来 可是他因为有这个愿力 他愿意来 付此 付法 所以自舍 亲近月报 他本来像这个 就举例 诸佛菩萨 有些古佛也会来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观世音菩萨 地上王菩萨 他们在法会中 听经 佛在世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 来付此 来当这个 当机众 来当影响众 或来付法 这样 所以 这些观世音菩萨 就正法名如来 已经成佛了 文殊菩萨也是这样 那这个 都已经成佛了 弥勒地藏 等等 他们都是 自舍 清净 夜报 一样来听经 来住道场 就这样 他们有这样的心 愿意入人群 度化众生 所以这句 也蛮重要的 听得很令人感动 所以他敏众生 故 他愿意再投入人群 来帮助佛 在说佛世界 度化众生 所以听经 它是一个形式 让大家都了解 他们愿意投入人群 因为 人人本来就有这样 亲近的智慧 亲近的本性 要度化众生 所以要有种 透过这个形态的过程 就是敏众生 度众生 所以上来为什么 在手札后面说 你要做 度身的这个 法空作 就是 就要度众生 在呼应这个 度众生的重要 这部经就是 成佛之道 佛所护念的 这个菩萨道 那这个 要护持这个经 这也是诸佛护念的 一种教育 所以 我们都能好好用心体会 就能了解 佛头虽然灭度了 但他思想是 永远都存在的 只是我们众生思想 是污浊的 被这些尘杀 无名 所障碍 那所以烦恼刺圣 无印刺圣 这样 那佛是完全干净 他已经 这个去除 所有这些 烦恼无名的 也明了 这个分段生死 已经出 这个分段 变异生死 不管是 心理的 或生理的 他都净化了 这样 所以 上人阶语提醒我们说 盼望我们人人 将这个法 好好相传 学佛者 就应该受 这个佛教 要实施多用心 好 复习一下经文 若说此经时 有人恶口骂 家刀藏瓦时 念佛孤英冷 我千万意图 献尽兼顾身 于无量一节 为众生说法 这是昨天的文 来看今天的文 若我灭度后 能说此经者 我浅化势众 比丘比丘尼 及亲近侍女 供养于法师 引导诸众生 及之另听法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 法入行 法入行 做一个大菩萨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敬师妙莲华 感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